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前几年开始办理妇幼安全四格漫画 国小海报以及维电影等比赛之后 各界是家贫如潮 今年持续扩大办理 并且新增加了吉祥物的设计真稿 24号这天也举办了颁奖典礼 同时也请来艺人阿喜前来代言 宣扬妇幼安全议题的重要性 今年市警局的颁奖典礼 由树林高中热舞社同学表演竞争 跟热舞热闹开场 舞出清纯热情 新北市警局局长胡牧原表示 恐怖情人条款自今年2月4日施行后 统治到今年的10月底 共通报了188件 每减少一件就能挽救一个悲剧 希望民众在需要帮助的时候 都能勇于向警察寻求协助 避免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有效减少妇幼案件的发生 妇幼案件的通报案件有7800多件 但是这个恐怖情人条款 才188件 虽然是占少部分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 就是他虽然是少部分的恐怖情人的状况 但是每一件的受害案件 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的发生 我们尽量要减少这个家庭的悲剧发生 那也在提升我们护佑安全的保护 现场也邀请到艺人阿喜化身 警察姐姐惊喜献身会场成为典礼的焦点 阿喜表示 以往小朋友不乖的时候 家长都会说要警察来抓走 让小朋友们害怕警察而不敢求助 他希望以后观念要导正过来 让小朋友在危难时 能寻求警方的协助 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 可以借由一个说故事的方式 让小朋友可以更勇敢的 把他平常不敢讲的事情讲出来 然后可以跟他们说 如果需要遇到帮忙 有需要人帮忙的事情的时候 可以勇敢的找警察叔叔 警察姐姐 那因为我们一般印象里 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说 你不乖 等一下警察叔叔来把你抓走 这样子 那我们希望小朋友可以就是 打破这个印象 把这个标签拿掉 今年也特别 商请我们这个阿喜姐姐 来帮我们做宣导 他以说故事的方式 来帮我们做宣导 可以更能够轻松的 让我们社会大众 跟青少年朋友 能够马上就融入 他的生活的这个 反彻性的这个记忆里面 把这个富佑安全的这个理念 让所有的社会大众 跟青少年朋友 都能知道 富佑警察队 今天也特别邀请阿喜 以说故事的方式 把实际案例写成故事 让小朋友能在听故事中 吸取到安全防护的观念 富佑警察队将陆续推出 一系列的故事书 并由阿喜姐姐录制成影片 搭配各种犯罪 预防宣导活动 发送给小朋友 接下来分享 事部长报道